我叫宋康明 今年五十四岁了 从事这个野生中午保护已经将近二十年了 这里是河南城最早成立的国家级的黄克师地鸟类保护区 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种三十六种 中日中澳猴鸟保护协定八十一种 台北市我国就是说碧维的东方亚种大宝 又占这个全球总量三位之一的大宝在这里 越中所以说这个保护地是非常重要 我们每年都要看到这个大量的这个猴鸟啊被毒杀 我们只撕这么多小麻烦呢 你搁在这儿 搁在这儿问问你 这很可怜呢 哎呀 我可怜的妞儿了 这咋回事呢 呀 这咋回事呢 这咋回事呢 被毒死了 真是死的 呀 真是闹啊 我给了这些猴鸟 我给了这些猴鸟 那就是想要被打开 如果我们不能给了这些猴鸟 我不可能想要见他 就是那些猴鸟 那就是这些猴鸟 这些猴鸟 这些猴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到玉米粒的时候,毒药的时候,那一股劲提起来了,也不知道累 现在确实想休息的时候,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确实不想动了,累了 正好现在天还没黑,盗猎者还没过来,趁这个时候休息一下 我们熊独过程中发现一只灰鹤,然后被开场炮肚了 但是这个盗猎者非常狡猾,他就是把这个灰鹤头跟这个小腿都给剁掉了 内脏也抛出了,他这个为了毛也现场的拔光,他就是为了在运输过程中,这个公安查到这个鸟类的尸体,不知道什么尸体,而无法地定罪 然后第二天我在拍摄的时候发现有三只灰鹤,一直在这附近,在发现尸体这个地方,在觅食 他们并没有跟这个一百多只的鹤群离开,而是在这独自觅食 然后我想这三只鹤应该就是死亡那只鹤的家庭,本来是一个四口之家嘛,现在只剩下三口之家 那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盗猎者太可恨了,因为这个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去尊重 你不尊重你就罢了,还要去杀害他,而且还有那么残忍的办法 所以说当地警方也非常非常配合,就是马上就下了悬赏一万元的通缉令 然后我们在沿着黄河的村庄都贴了 倩声吱告,2016年,一月十五日上午 在 ninety-ándharen县鸟这儿达在水桶泥民住 方可谈出发现 民住国民家境,关于秦武尼一地的肢堂延,为道路 您想参考这样的意味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引오ег Empire 第341條之可證 司法略捕 殺害珍貴BV野生動物證 第341條 司法略捕 殺害珍貴BV野生動物證 司法收購 運輸 輸售珍貴BV野生動物證 同學於霸佛 財政行動物證 武藝術 善貴BV野生動物證 我希望 我們以後 不管是長遠吧 當地的吧 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 天更来 树更绿 女儿更多 让子虽后代都能看到以后 这些珍惜的鸟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